盛河系州立大学获得批准将在今年秋季提供幼儿到三年级幼教专家教师证书 PK到三证书授权毕业生、教授学前班到三年级的儿童 执行要技能的合格教师 PK到三证书要求专门针对幼儿的发展以及学习的方式 加州逐步推行全民过渡幼儿园TK需要大量的学龄前教育师资 为了响应加州在2025到26年前新增12000到15000名新教师的号召 加州州立大学已经快速推进PK到三证书计划的开发 除了盛河系州立大学将在今年秋季率先推出该项目 中国地区的Fresno州立大学将在2025年夏季开课 加州州立大学培养了全州48.9%的教师 每年颁发约5200名家族教师资格证书